第267集 纵横一介无敌手 那该是怎样的美妙啊 张凡不由吃了 少请回过神来 惊喜地问道 啊 苦老 你的意思是说 这只扶桑木 可以做我的原神平一 想得美吧你 想都不用想 苦刀人一盆冷水泼下来了 就这点扶桑树枝 充其量 不过是扶桑木下枝的 一个分叉而已 本身就不算是 真正的天地灵物了 以它为平一 你想在化身中垫底啊 苦刀人恨铁不成钢的声音里边 张凡连连摇头 开玩笑 辛辛苦苦修炼的化神器 当个垫底人物 以他的自傲性格 如何受得了呢 那 苦老 您这话的意思是 那还有问呢 拼尽全力 在今后的千年之内 找到一截真正的 扶桑木上枝的精华 由此天下三界 万千世界 还不认你驰骋啊 在苦刀人极尽 煽动力的语言当中 张凡默然不语了 扶桑树上枝 是那么容易获得的吗 扶桑木有上一 而下九 十日七夕处的说法 下方的九枝 就是所谓的下枝 最上方一枝独秀的 扶桑树枝 才是上枝 精华之中的精华 这东西 有机会能得到吗 张凡对此 深感怀疑 不管怎样 这都是之后 千年里的任务了 和现在并没有 太大的关系 先天的不足 让他一向是 立足眼前的 雷定神 玄机将此事抛开 凝望眼前的 扶桑树枝说道 苦老 那你说 疏通青千年之力 种植这一小节 扶桑树枝作甚呢 扶桑树 近乎独一无二的存在 自然不可能 从一小节 小小的附属树枝上 栽培成活 它这么做 肯定是另有目的 估计 就是为了逼出 那片叶子吧 苦道人 也不怎么肯定地说道 扶桑树枝之上 那一小节叶片 不过拇指大小 看上去鲜薄无比 好像是营养不良的样子 偏偏其中所印含的灵气 又充盈得吓人 好像唇油 至精至唇的太阳精华 所凝聚而成 现在想来 怕是当年 疏通得到这一小节 附属树枝之之后 便在上面发现了 一小点小芽 似乎有一个叶片要生成 想必是不仁浪费 便将其种植了下去 以无量的木属灵气催生 就要逼出这片扶桑树叶吧 此后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他就此失踪 这东西也就空置了几千年 最终还是便宜了张凡 道德现在 从最开始的震惊已经过去 张凡的头脑重新清醒过来 望了望那片扶桑叶 又瞅了瞅眼前 肩膀上坐立不安 几乎要把羽毛一根根 啄下来的墨铃 心中忽然便是一动 扶桑树叶 一种火压墨铃 张凡的目光在两者之间来回扫过 速度越来越快 眼中越来越亮 诡异的气氛 甚至令墨铃都停下了焦躁的动作 好奇着望向自己的主人 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奇怪地打量自己呢 小子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呢 张凡的异常反应 并没有逃过苦道人的眼睛 忍了半天 见他还是在那里望来望去 终于忍不住问道 苦老 你说晚辈的法相强是不强啊 张凡的目光须于不理二者 心中不焉地问道 那还用说 当然是 这么长的时间相处 三族金屋法相是什么程度的强大 苦道人难道还能不明白吗 无论是日后更进一步 或者是与本命法宝再相配合 都足以让张凡 仗之以横行结单气的东西 能不强大吗 理所当然地应了半句 玄机反应了过来 大日宝剑浮出 静直照在了墨铃的身上 强大的神识探出 刺激的小家伙一个哆嗦 愣是往张凡的头发里躲了过去 他这是足够通灵 在张凡的身边又是日久 直到镜子里面这个老家伙惹不得 否则就凭着放肆的目光 早就放出火来 把他烧死个百八十回了 不错不错 是有点像 小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 这个小家伙体内 有三族金屋的血脉 也是啊 老头子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哪里有这么快头的火压呀 苦道人赞叹着 神识再次扫过 激起墨铃 羽毛捧起 哀鸣生生 好像被无数只冰锥 给刺了一般 张凡玩耳一笑 抚摸着他的羽毛 使其安静下来 玄机对苦道人说 苦老 若是晚辈让墨铃 服下这片扶桑液 你说 是否有机会 激发出他体内的 金屋血脉呢 樊祖归原 绝无可能 苦道人先是 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 毕竟血脉太薄了 除非有一只活生生的金屋 被他融入体内 否则想都不要想 紧接着又说道 不过 尽可能地 把他的潜力逼出来 确实没有问题的 张凡也是如此想的 他自然也知道 要想把墨铃 变成真正的三足金屋 不过是妄想而已 至少在千年之内 估计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是 若是以服装墓为平衣 以自己的三足金屋 法相为参照 将墨铃体内 稀薄的三足金屋血脉 尽数激发出来 虽然远远不能 与真正的金屋相较 但是其强大程度 也是可以想见的呀 修炼至今 张凡的灵兽 一直跟不上 他前进的步伐 毕竟他修炼得太快了 区区不到百年 就已经到了结丹 可以想见日后 距离将会越拉越大 现在 就有这么一个机会 让墨铃得到质的飞跃 而不是像如今一般 只有代步和缓解寂寞的用处了 心中私定 张凡并没有马上动手 而是盘膝坐下 将前后过程 细细地此脑海之中 过了一遍 两久两久 确定万无一时之后 方才双目放光 豁然立起 尚未开始动作 先将百般不情愿的墨铃 和臂铃收了起来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非是等闲 若是伤了他们 那就不好了 做完这些 张凡长笑一声 身后的三足金屋法相 随之长体 紧接着合身一扑 好像融入了他的体内 煞时间 傲视群雄 比尼天下的气息疼了起来 仿佛站在云端 正在俯视着生灵万物 这正是法相入体 精气相容 这是法相宗修士 修炼到结单境界 才可以使用的一种法觉 乃是以本体施展 法相灵觉的手段 以张凡现在的境界 也不过能够支撑实习而已 实习之后 若还不分离出来 则本身的精血消耗 就不是他能够承担的了 仿佛化身了真正的三足金屋 一步踏出璀璨之金色火焰爆起 爆燃之声连绵不绝 周围树杖方圆 尽数扭曲 全部都是炽热高温 蒸腾一切 一只手掌缓缓探出 如粘花一般 轻轻地粘在了扶桑叶上 他的动作是如此的轻柔 身上又遍布了三足金屋的气息 可是这轻轻的一粘 还是激起了剧烈的反应 略意凝制 旋即爆发 太阳金焰瞬间从扶桑树枝的根部 一直蔓延而上 眼中分明可以见得这个过程 可是却偏偏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轻易地被火焰灼在了手上 这点太阳金焰 轻可间沿着不明的渠道 流向了金屋法像之中 一吸不到 金屋长体却是容纳到了极限 徐颖在张凡的身体上浮现 隐隐震动 似要被破出体外一般 糟糕啊 苦刀人见后 声音满是焦急之意 飞快地浮现了出来 在张凡的周围盘旋着 却是无法可想 以太阳经验的霸道 他现在即便是上去 也不过是白白送命 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哎呀 还是小看了这扶桑木啊 这一刻张凡和苦刀人一样 也明白了过来 这扶桑木到底有多恐怖 值得庆幸的是 这不过是一小节末梢 若是真的 如苦刀人所说的 主之精华的话 一瞬间的功夫 他就被化作灰烬 便是今无法相再深 也无济于事 这就是绝对的力量差距 好在 这毕竟只是末梢 力量终有极限 还有机会 在取扶桑叶之前 他就知道 一定会有危险 否则也不会做 这么详尽的准备 只是没有想到 危险的程度这么大而已 要像他这般取下扶桑叶 自然会受到其本体的反抗 毕竟是天地灵物 不是寻常无知无觉的植物 能够比拟的 明知如此 却又不能不这么取 否则的话 绝对无法保证其完整性 功效也会大打折扣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 宝天天物了 心中诸般念头闪过 漠然沉静了下来 整个内心如一把玉壶 其中水波荡漾 却又冰寒一片 冷静无比 身子纹丝不动 太阳金眼沿着手臂蔓延 少了法相的吸纳 渐渐堆积 眼看着只要再多上 那么一点点 就如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必是轰然爆发而来 将它整个人 化作灰激 越是紧要关头 越是冷静 这是张凡天生的特质 让他在一弹指的时间内 想到了一样东西 起 千钧一发之际 一声轻贺 腰间紫金乾坤带 带口散开 一个圆滚滚的东西 从中飞出 浮现了出来 凭空凝在张凡 和扶桑叶之间 圆圆滚滚的桥体 空空荡荡的外壳 这正是三重天的外壳 这一剑曾经在他筑基期时 发挥过无可比拟的作用 助他冲破瓶颈 晋升修为 提供力量 灭杀结丹 跃及杀人 靠的就是此物 在法相宗访饰之外的一战中 张凡以受缘受损 两鬓斑白为代价 引动了三重天的最后一重 太阳金燕 将已然身为他人傀儡的陈须灭杀 那一意也让这个三重天 彻底成为了一件废物 张凡当日保留下他 不过是冥冥之中的一个想法 现在却是正好派上了用场 射 大鹤一声 一声射字出口 手臂轻轻颤动着 一条无形的通道 以三足金屋和他的身体为中心 以三重天外壳和扶桑业为两端 瞬间建立起来 上时间 太阳金燕 缓缓流动 那种破人的气势 随时可能爆发开来的恐怖阴影 终于消散一空 肉眼可见的 扶桑树之上燃起保护自身的太阳金燕 渐渐薄弱了下来 似要被消耗了一空板 相应的 扶在张凡面前的三重天外壳 慢慢亮了起来 直到最后 终止不能正视 仿佛又一个太阳 拨开树梢 从扶桑树上升了起来 大功告成 手伤微微一顿 思维用力 扶桑树却飘然而下 静静地躺在了他的掌心之处 纯粹到极点的红色 一丈一缩 一吞一吐 仿佛无时无刻 不时都有生命在呼吸着 扶桑树终于到手了 有惊有险 以他结单气的修为 全身上下都让冷汗浸透了 由此可见 先前一刹那 那凶险的程度了 还是大意了 吃一千掌一掷啊 小子 这种等级的天地灵物 绝非等闲啊 苦道人也在一旁 凯然叹气 见得张凡集中生智 想起了身上拥有了一件 可以容纳太阳惊艳的东西 他也松了一口气 在那一瞬间 他也以为两个人都死定了呢 张凡心有余悸地点了点头 玄机从怀中取出一个浴盒 小心地把扶桑叶片装了进去 盒上并施以树道尽致封印 这才收进了乾坤袋中 他这般做自然不足以保护扶桑叶的灵性 毕竟不过是一个凝郁盒而已 还不够资格保存这样的灵物 不过只是暂时放置 待得烧后就要给莫灵服食了 这么短的时间倒也不需要担心 做完了这些 他的目光又回到了黯然黯淡下来 仿佛普通枝亚一般的扶桑树枝上 此时的扶桑树枝虽然黯淡无光 却不是失去了灵性 不过是没了生机而已 最后的生机 随着扶桑叶的离去而湮灭 现在的扶桑树枝 正是一件纯粹的活属至宝 手上一招 少了生命灵性的抗拒 这次简单多了 扶桑树枝应手拔起 上上下下光秃秃一片 无根无叶 好像一截经过削砍的树枝一般 别看他现在看起来 好像一株珊瑚树枝一般 仿佛稍稍加厉就会破碎 可是实质上 仅仅树枝内部所脸入的金红色太阳精华 就绝对不可小视 此物还得好好斟酌 若手段适当的话 当能炼制成一件更胜炎龙心的质宝 也更适合身具三族金屋法相的他来预示 心满意足地收起来 手上一挥 一步踏出 偌大的药田 咒缩不见 再次献出身形 闭光盈盈 却在张凡的掌中 现在要解决的 就是莫灵的问题了 经此一来 小家伙不知道能够到达什么样的高度 张凡对此期待不已 洞府静世之内 光与热遍布 好似一个小太阳 坠入了洞府之内 战区竟是大半空间的 是一团仿佛太阳式的火团 不停地有日耳式的火焰 掀视而出 又被无形的力量破回 集中到了火团的中心处 在那里 一只火鸭正在翩翩起舞 动作优雅而舒展 每一盏翅 每一扬转 都有一种气度 好似妖琴至尊 正在展露着身姿 梳理着羽毛一般 与往昔的举止迥异 时不时地 一声声污提发出 其中有欣喜若狂 也有痛苦不堪 更有连绵的暴鸣之声 从她的体内传出 好像血脉 都在沸腾一般 随着时间的推移 原本纯粹火红的火焰 渐渐化作了璀璨的金色 正是浮食了浮丧叶 在张凡的护法 法相气息的牵引之下 慢慢进入了状态的墨铃 见得一切都上了正轨 竟是一脚 盘行而坐的张凡 终于松了一口气 放松下来 此后的所有 就依靠墨铃本身的努力了 能够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还要看她这次 能够在扶桑业的激发之下 引动多少金污血脉 这已经不是外力能够干涉的了 张凡尝出了一口气 手上一番几样东西 排布在了她的面前 如珊瑚树一般的扶桑树枝 重新恢复光彩 又极其不稳定 好像随时可能爆发开来的三重天 翠绿色的疏通药源 一个灵药袋 内力装的正是当年 得自知蓝天女手中的 菩提子的种子 看着这些东西 张凡的眼中渐渐亮了起来 小荒山下一处小土坡上 一个高壮剑朔 一个瘦削猥琐 这正是赤火和礼服棍 每日一次到这处 事业最开阔的地方 仰望小荒山的情况 这已经成了他们两个人 这段时间以来必做的事情了 现在距离他们两个人 被张凡扔下小荒山 已经过去了九个月 最开始的时候 随着张凡回归 整个小荒山的诡异气氛 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让他们心中安定下来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让他们好不容易放下的心 又提到了嗓子眼 先是莫名其妙的震动 从空中虽然看不出来 但是他们这些踏足地上的 却清晰无比地感觉到了 好像地震到来 山岳崩腿一般 吓得村民们几乎要四丧而逃 好在张凡早有吩咐 赤火和礼服棍两人也不敢怠慢 连忙安抚强令留下 再三保证不会有事情发生 果不其然 这震动也就持续了一小会儿 就停止了 一切都归于了沉寂 这份沉寂一直持续到了三个月后 三个月后的一天 一声污体忽然响彻小荒山区域 声音直冲云霄 甚至激起了原池云层的阵阵涟漫 旋即一道金红色的庞大身影 从小荒山上的阵法浓云之中飞了出去 在云间起舞欢欣鼓舞之意显露无遗 那个庞大的身影 周身染满金红色的火焰 好像一团巨大的火团似的 以赤火跟礼服棍两个人的目里 也不过依稀能够见得 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鸟儿 在日轮式的火焰中起舞 却是分辨不得真切 这只火鸟的狂欢 一直持续了足足七天 好像永不知疲倦一般 与通天神火柱争辉 在这七天之中 成了这片区域内的另一个光源 仿佛出生的太阳一般 尽情地挥洒着光与热 七日之后 火鸟携带着无穷的光热 似乎终于感受到了累了一样 重新又回到了小荒山中 浓云翻滚覆盖 再也见不得踪迹 赤火和礼服棍 本来以为事情结束 张凡应该要出来了 不曾想还是没有动静 犹如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整个小荒山中一片平静 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人才想起了 张凡在把他们扔出来时 同时丢出的一句话 闭关 一幕志愿者 李宗人